这是一位中国游客在动物园拍到一个熊猫宝宝 召集一下班的视频 像不像那个人比动 就是擦到这边有点感觉 来我有事跟你商量一下过来啊 就是那种感觉啊 然后这个宝宝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不知道是谁不认识 拿这个图来就是想对比一下 就是他跟鸭鸭体型的一个对比 看这个门都是根据熊猫的体型设计的 所以说这个门的这个长短 长宽这个尺寸应该是全球统一吧 因为它是根据熊猫的体型来设计的啊 但是你看这个熊猫 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 它是捐起来的 可以把这个门给装满 但是鸭鸭我 你看鸭鸭了 鸭鸭过去的时候 好小啊 才那个门那么大 跟它一对比 现在鸭鸭跟小门更大 所以说鸭鸭的体型 真的是跟成年大熊猫对比 我不知道视频里 这个宝贝这个胖宝贝 是成年还是不成年咯 但是不管它成不成年 它都这么大了 它都跟这个门都装不下它了 但是鸭鸭跟那个门一对比 特别的特别的小 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体型是完全不正常的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起了蜡烛 在黑暗中如此漫步 亲爱的小孩 还能看得到的是 我看得到的